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製造庫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到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我們透過公眾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真正的獨立 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 然後做更深入的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書 這本書裡面談到一些概念 好像很熟悉 但是又有點陌生 在台灣也有很多 類似的這種組織 或者是機構在做 跟這個有點像的事情 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樣的書 今天跟他介紹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合作社不是福利社 18家合作社的在地實踐 與創新力量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這兩本 這本書的兩位作者 陳儀化跟陳玉琳 兩位好 哈囉 我們關老師好 大家好 謝謝兩位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讓我們來 來聊一下 這個好像有點熟悉 又不是太熟悉的一個組織的形態 那特別是在你們書名就蠻有趣的 書名叫做合作社不是福利社 我想在台灣很多人 大概都聽過福利社 因為福利社大概就是我們念 念小學念國中 可能下課會去買東西 那時候很多小學裡面不會有 Seven 不會有外來的所謂的便利商店 大概就會有一個 這種福利社的組織 那可是你又告訴我們說 合作社不是福利社 那合作社跟福利社有什麼不同 什麼是合作社呢 嗯 你先 好哦 這是我們的書名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小時候就會講說 我要去福利社買東西 那其實 我們其實是想要讓大家去正視說 其實在校園裡面 大家一直叫了這個福利社 他其實應該被證明叫做 呃 原生消費合作社 嗯 那再加上以前早期 台灣其實是有像是福利中心這樣子的 呃 賣場 軍公教的福利 軍公教福利 這是所謂的全聯的前身嘛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啊 全聯的前身是中華民國合作社聯合社 嗯 那他是由聯合社去解散之後 才變成公司的 那這是另外一個大題目 那就是總而言之 我們是 當然因為福利社被大家講的很很響亮 所以我們才想說 就是用這樣的題目 其實陳怡華想的啊 就是合作社不是福利社 就是用一個否定的句子 來讓大家來想 為什麼他不是 嗯 哦 那又又為什麼他跟日常生活當中很容易混淆 那剛剛陳玉琳講到的就是合作社在台灣一共有十加一類 那通常會被當成是福利社的是其中一類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常聽到的消費合作社 嗯 那消費合作社 嗯 中南大學有所的原生消費合作社 所以他是合作社的類型當中的其中一種類型 對 OK 嗯 嗯 所以合作社除了消費的這種功能跟角色之外 合作社有什麼樣的基本的特質或者是定義呢 因為合作這個概念好像是一起相互協力嘛 那福利社就是一個純粹得到好處 你有福利 可是合作社從名字上面跟福利社 他事實上就聽起來就比較不同 雖然福利社可能是合作社的一種類型 嗯 在台灣的法規裡面 合作社是有法律自己專門的法 叫合作社法 然後合作社也是有一個法人身份的 就是他要去完成立案啊這些這些你才能叫你自己去合作社 但是比較遺憾的事情是 他是你如果叫自己合作社 也沒有人會罰你啦 只會被勸導而已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創作品啊 或者是藝術家去成立了什麼什麼合作社 那可是就會跟真正的合作社搞混 然後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遺憾的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管老師剛剛問到的 合作社對我來說 我會把它約化成八個字 就是一人一票共同決策 嗯 那那一人一票共同決策 這個的背後 是這個合作社運作的原理原則當中 很重要的民主治理 就是這會牽涉到在這裡面他的權利義務 然後跟什麼樣的人擁有 擁有這樣的權利 你必須是社員 然後以及 在合作社最常被對應的是公司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那用公司大家最熟悉的來想像好了 就是公司通常都是大股東講話最大聲 所以如果我擁有台積電的一張小股票 你有可能就撼動他任何的決策嗎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合作社反過來 他是一人一票共同決策 所以他沒有因為你的股金放得多 然後你講話就比較大聲 嗯 可是這個一人一票共同決策 在很多的人民團體的相關法規 不也是類似的規範 例如說可能工會啊 可能是社區組織啊 或是什麼發展協會啊 或是學會啊 他們事實上也會強調是一種 一人一票的民主的組織嘛 然後他也是經過一個 可能從會員代表代會要慢慢選選 選出來一個理監事會等等 那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合作社 那就一般人民團體法就好了 為什麼還有一個合作社的相關的 專門的法規呢 因為合作社是營利單位 哦 OK 合作社是有營業性質的 就是他必須要做生意 那這個生意他可能要 透過社員的共同需求 而去賺錢 或是營業啦 就是比如說像是 我們很熟悉的嘉南洋入 嘉南洋入 他其實是一個運銷合作社 就是洛農 他不想要把我的羊奶交給中盤 我們洛農們組織起來 一起來運銷我們的牛奶 那這個其實就是合作社 最基本最基本的精神 所以他跟人民團體有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雖然也是透過用人 多數人的決策 來影響這個組織的走向 但是人民團體他的年底 他是不會分配結餘的 人民團體必須把這個錢 繼續留在這個團體裡面 再去做倡議 但是合作社他會透過 合作社法他有一些結餘分配的原則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 你社員利用的多 假設我是弱農 我交的羊奶越多 我就結餘分配就會越多 表示我在這裡面的交易 我付出的越多 扣掉管銷費用之後 剩下的我就是按照我的利用量 來做分配 那消費合作社就是按照我買賣的交易的量 來做分配 那其實這個跟一般的公司也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一般的公司 他是看誰持有的股票多 我就分配的多 他並不是看說 誰在這裡面交易的多 怎麼樣 他不是 他是完全看資本的力量 我在這邊出的錢多 所以我未來賺的錢就多 所以其實合作社 在介於公司跟人民團體之間 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差異的地方 那我又有一個好奇 那跟所謂的社會企業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們這樣 有些概念會被混淆在一起談 社會企業也是要營利 然後他也是做公益 對不對 那也是做社會服務 那跟合作社有什麼不同 那社會企業好像也不是什麼股東持有 當然有些社會企業是由商業的團體 或是商業的企業 他本身去做一些社會服務 也有人會這樣子認為 那所以這兩個又有什麼不一樣 好的確會有一些人把合作社當成是社會企業的一種 那但是我覺得要看這個國家 他有沒有社會企業的相關法令 就是當這個營利組織 營業組織它被成立的時候 它是依哪一個法成立的 因為現在台灣並沒有社會企業法 你如果要做生意 你可能獨資或者是合資 合資你去成立公司 或者是你要大家一起把資本累積起來 然後一起來做生意 那你可能成立合作社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公司跟合作社的選擇 所以才會有人說社會企業裡面包括公司也包括合作社 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那但是對我們這種比較無聊的合作人 我們就會覺得合作社跟公司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一人一票 因為你在做好事的公司 你其實還是老闆說了算 就是這是一個善良的老闆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善良的老闆 或是善良的這種NGO的領袖 他會做了某些的決策 但是你們談到是一個 一人一票民主參與共同決策 然後利潤是共享的 所以他的分配的方式也會跟一般的企業不同 我們不是當股東拿去 然後他的決策的方式也會跟一般我們所認知到的 以不管是NGO為主 或者是以這種營利企業為主的社會企業 他們做法的這種分配的方式 也會有些不同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稍微釐清一下 大概合作社跟其他的單位 跟其他類似聽起來好像很像的組織 有什麼不同差別的地方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寫合作社 作為一個書的主題 因為這不是你們第一本 這是你們第二本書 那之前有一本書在談英國或其他國家的 這個合作社的這些例子 那你們是有什麼樣的合作社的參與的經驗 你先吧 我先 好 我們兩個都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社員 對 那其實我們也是因為在主婦聯盟裡面 就是主婦聯盟很愛上課 就是一天到晚都會辦合作教育的課 當然還有環境教育 還有產品教育 對那所以我們才會認識合作社 那同時我們兩位也都是解說員 就是在 好幾年前主婦聯盟還要上90分鐘的課 才能夠加入這個消費合作社 一起買菜的時候 我們就是擔任解說員的工作 那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就會一直講到 羅須戴爾公平先驅社 社沒有選社 對那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剛好宜華有一次去英國的機會 然後我就那時候我在主婦聯盟工作 她從來沒在主婦聯盟工作過這樣子 她是社員 所以我就說那要不要順便去採訪一下 順便 嗯 對然後 剛剛玉琳講到的那個羅須戴爾公平先驅社 是只要參加消費社通常都會講到的 她不是還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合作社 但是她是到目前為止營運最穩定 然後也是因為有她合作社才開始有這樣子的模型的 的點半吧 就是算是一個始祖 所以所有講消費合作社一定會講到羅須戴爾公平先驅社 她在離英國的曼特斯特不遠的公車 大概20分鐘的一個鎮上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在主婦聯盟上課 然後知道了 講追想要溯源 所以我們才有了這樣的採訪 然後跟 也是因為上課 所以我們知道 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不確定是不是只有我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以為 合作社是主婦聯盟的名字裡面的一部分 就那個年代我不知道合作社是一個有法人身份 就是剛前面講到的 她是有法人身份的 那就像我們參與會要繳繳股金啊 那那個股金不是一張 不是一個大富翁的票而已 她是一個有價證券 那就是這些的 那所以她會被課所得罪的 然後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合作社有十加一類 那另外一個讓我們上課的老師是福 房價的老師 余耀門老師 他那時候先講的案例是 儲蓄互注射 所以我們後來也因為這樣才知道 原來這世界上有這麼多種類型的合作社啊 這樣就有提供金融服務的 有買賣的有運銷的有生產的有勞動的有住宅的這樣 那我們那時候的參就是開始想 因為我們住在台南 所以就想那我們身邊到底有哪些類型的合作社 結果一個不小心去參訪了新樓戶社之後就成為了新樓的社員 所以我們主要在合作社的運用啊 就利用合作社的服務 就主要一個是買東西 另外一個是金融服務 嗯 在你剛談到各種不同類型的合作社的這些詳細的內容 待會我們會繼續的跟大家介紹 也在你們出版的合作社 不是福利社這本書裡面 其實也都有一些這些說明跟介紹 那剛才談到這個合作社的起源是在英國 那台灣的合作社的起源是在什麼時候啊 因為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主婦聯盟 我自己上個也常會舉主婦聯盟的一些 例如說包括契作啊 包括這種人人都是股東的這種概念 那但是應該看起來是更早之前 台灣就有這種合作社的存在 那當時的合作社的出現 是有什麼樣的一種社會背景呢 日志 要講到日志 就是那個其實會是一個還蠻有意思的 邏輯就是到底是那個台灣的合作社 對要講中華民國 要從中華民國一直開始最想 還是要從日志時期那個時候開始 比如說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就已經有合作社 在南京 我們講台灣的就好了 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講到合作社法 那個合作社法是中華民國政府 在南京的時候必要的 OK OK 所以中華民國在南京的時候 它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 又可能是另外一套的發展的歷程 對 如果在銜接的話 會銜接到日志時代嗎 日志 是 因為在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是把它拿來做扶貧的工具 就是農村的貧窮 逐渡這種貧窮 逐貧窮 OK 對對對 它把它拿來做這樣的工具 那當然那個國共戰爭之後 它輸了撤退 共產黨把它拿來當成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工具 對 所以這是中國那邊的脈絡 那所以反而到台灣來 你講前半日志時期 你直接講 日志時期的時候 其實 當然殖民政府是 日本殖民政府是把它拿來 最後最後的戰爭的階段 也把它拿來做徵集民間資源的一個組織 物資分配 比如說做不管是做物資分配 或者是把農村的資金吸納出來 它有這樣的組織的功用 但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確 它在台灣也扶植過一些 像是其實農會 農會最早 它其實也是農業合作 農民組合 其實應該是一個合作社 但是當國民政府來了時候 它反正國民政府中間裡面的內鬥 所以它就把農會變成了 是一個像現在的農會的狀態 就是現在的農會狀態 其實它有點像人民團體 就是會員是沒有辦法做結餘分配的 對 但是在農會裡面又有借貸的功能 或者是說信用部 或者是買賣這些資材的功能 這些的 就是它就變成是一個有點特別的組織 但是它其實在日智時代 它其實是農業合作社的一種 對 所以在日智時代的合作社比較符合 我們現在要討論 或者是你們所定義的合作社的概念嗎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對 我覺得如果不看戰爭的那一段時間的話 在更早的時候 對 不然像合作金庫 合作金庫原本也是一個合作社 或是現在大家比較知道 還有少許剩下來的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對 那它後來因為幾次經改 他們就變成了銀行 對 對這是金融服務類的合作社這樣 不過看起來 這些早期的合作社 已經有一些跟原來的那種定義跟目的 已經不太一樣 不管是剛剛談到信用合作社也好 或是農會 這種農民組合性質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能變成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某種的工具 或者是有些農會也是在做一種行銷跟推廣 它並不是在做所謂的公共參與 或是民主參與或是利潤共享分配的這樣的一個界定底下 那所以在你們書裡面其實也不會特別的去談這樣的一個 類型的合作社 而是會介紹了18個不同類型的這種合作社 比較符合我們剛談到的那些民主參與 利潤共享 一人一票共同決策的這些概念 但還包括他要去做某種的社會參與跟社會服務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這本書裡面有談到幾種不同的合作社的類型 我們訪了廚戶社 廚戶輸社 然後我們也訪了勞動社 那這幾個勞動社 大部分都跟災難有關係 就是這是災後 災後協助成立的 然後就在 例如說921之後 和莫拉克 莫拉克之後成立的合作社 OK 對然後 但是 對這些勞動合作社的年紀就大概10年到20年之間 可是他們各自成立的 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 所以這10幾20年來 他們自己有一些內部的轉變 就有機會可以再說 然後跟 我們訪到比較多的是 生產類的合作社 和社區類型的合作社 社區類型的社區合作社是 這10加1類裡面的那個1 因為那個1是其他 所以他沒有在這個表列裡面 然後他也是 這10加1在裡面最特別的 如果要怎麼樣辨認一個合作社的社員是誰 我通常都會說 你看那個合作社這三個字 前面的這兩個字 就是這個合作社裡面的共同需求跟社員的共同行為 所以比如說消費合作社在這裡面 你要成為社員你要在這裡進行消費行為 所以常常會有人問說 那主婦聯盟的農友會不會需要是合作社的社員 他才可以把菜賣給主婦聯盟 不需要啊 因為是我在這裡買菜的人才需要 那剛剛陳韻玲講到的 比如說 加南洋乳 加南洋乳是運銷合作社 那我要在這裡買洋奶 我需要 是社員我才能在那裡買洋買不用 他是運跟銷 就運洋奶跟賣洋奶的人 把洋奶賣給他們的人 那所有都是行為 可是獨獨就只有銷 社區社 社區不是一個行為 然後它是一個範圍 對 所以我們在這合作社應該防到了五六種吧 五六種類型的合作社 那我看你們書裡面有一些我覺得蠻特別 例如說剛剛談到災後重建 那合作社為什麼可以去協助災後重建 或是為什麼災後重建之後會出現合作社 我覺得這個其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或者說 我要透過這些所謂因為我受災受損 然後可能是我的農業 或是我的工作 那我要透過某種的集體團結的力量 然後來重申嘛 來再生嘛 那這個過程當中合作社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或是他們的例子 展現出什麼樣的一種 一種一種特質 或是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我覺得可以講你主席的 我先說那個 我先說完然後陳玉玲再補充 就這幾個合作社我覺得 正好這幾個合作社的狀況都是 他們某種程度是 被成立的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 是社員的共同需求 然後他們 成立的合作社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集資 然後或者是一起 在這樣的法規這樣的遊戲規則下 然後一起進行 各式各樣的行為 就是勞動啊或者是 而組成的合作社 剛開始是可以這樣理解的 那 那這幾個 我們應該訪到四個吧 四個 災後重建的合作社 我說他被成立 比較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他 被當地的縣市政府協助成立 那那個被成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協助成立完了之後 好像通常也就讓你自己想辦法 這樣 所以 那個 後面有一點 有一點 還不到自生自滅 那可是在那個狀況底下 就會有一些問題跑出來 首先 被造極的這一些人 他好像 都沒有搞清楚 他們到底參加的是什麼組織 嗯 所以他們其實有 我們的受訪者 有 兩三個合作社 他們很認真的想要搞清楚 所以 在地方政府有辦相關課程的時候去上課 他們才發現 原來我們是 符合 這樣 這種合作社 然後他們自己搞清楚了之後 才開始 結餘分配啊 工益金啊 工基金啊 這些 按照這些結構來討 才 把自己 調整 這樣 那也有另外一個合作社是 他們接受了政府的協助 然後完了之後呢 也接受了政府的補助 那補助 之後他們覺得 一直拿補助好像不是一個 太好的事情 因為總有一天如果政府不補助我們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他們在 跟社員的 花了還蠻長時間的討論 兩三年吧 然後再想 那如果 我們真的要真的達到自自與自利的話 那我們能怎麼做 然後也才開始 發現 我們當時候被成立的過程當中 合作社的法規規定 七個人 要七個人才能成立合作社 他們一查 他們的社員竟然有二十幾個 嗯 那個被成立就是 當時候覺得 我情義相挺或理念支持 那你就來簽名 然後古今繳了 然後可能一個很簡單的古今 就成立 那 那回過頭來看就表示 這裡面有很多人 其實根本從來都沒有參加過啊 所以他們每次要開 社員大會的時候就要想辦法找人啊 委託啊 這些這些的 就正好也 不是正好 就這根本不符合合作社真正的原則嘛 這樣 所以 在這樣子的背景下 這些合作社很認真的想辦法讓自己變成真的合作社 那剛剛 陳玉玲講到另外一個 也就是這裡面 仿道的 倪蓉春先生 倪蓉春先生 他現在 如果你用他的名字當關鍵制造 會看到很多跟居家照顧有關係的合作社 和他有關係 那 他 他完全的就是一個 血統純正的那個合作人啊 因為他的 卸任 呃 接 就是開始合作試驗的工作之前 他是屏東縣社會處退休 所以他其實本來就知道合作社是什麼 那只是因緣際會 也是因為莫拉克 他那時候他退休了 然後去協助了當地的居民 呃 就是有穩定的工作機會 那當時候他們的填調 之後再討論 希望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呃社群面的老人家 所以成立了呃 居家照顧勞動合作社 那因為這樣的背景 所以他算是他 在他協助底下成立的合作社 其實都會是相對穩定的 嗯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災後或許 對災民來講 他更需要的會是一份工作 但是這個一份工作如果說 呃 像當然早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政府他可能會有很多的 移工帶證各種的各樣的方案 但是這樣子的方案他如何可以在 在社區裡面長出自治跟自立的力量 我們問我們採訪了這幾個故事其實會發現說合作社或許是一個 可能的選項 嗯 對 因為剛剛前面講就是 亦娃這邊有提到一個是山林撲報的故事 那個我們的受訪者 山林撲報的夥伴就跟我們說 那個時候在 那是山林的大愛村 成立的非常多的 不管是協會啊 社協或者是合作社 直到現在他們應該是少數留下來的組織 嗯 對 OK這這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看起來剛有談到說合作社當然是一個民主參與 可能他某種以盈利有為 一個目的之一啦 或是說他必須有一個盈利的這個目的 但是其實這個盈利回過頭來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賺錢 而是讓自己可以自立的生存 自立的生活 那他可能就是一種可以看到這合作社在裡面的 這種精神 所以他可能不只是一種災後的重建 可能也是一種社區重建的這種可能性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在這裡面有一些 我覺得蠻有趣的例子 例如說 我看到有合作社以前是漁民 然後他們在抗議 那抗議之後變成是一個合作社 哎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或者是我們看到姐妹 就新住民我們剛剛看到的包括 南亞台灣姐妹會啊 或是很多的這種移民 移工團體的存在 但是移民的合作社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過頭來再做相關繼續的討論 歡迎 歡迎再次回到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YouTube頻道 也有Podcast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很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合作社不是福利社 18家合作社的在地實踐 與創新力量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這本書的兩位作者 陳依華跟陳玉琳 兩位好 老師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兩位在剛剛前面跟我們稍微 被我的意思在區變各種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組織到底有什麼不同也 談了一下台灣的合作社的發展歷史 在不同的階段 或是在不同的統治之下 他長出了一個什麼樣的樣貌 那其實我們也在上段的節目後面 也跟大家談到這本書的一些內容 就是剛才談到 有些合作社他們是在債後重建 那當然這裡面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力量 他可能就比較有概念的人覺得說 我們用這種方法可以讓我們的合作社做的 或我們的債後重建或社區的發展 還可以做的更好 那在裡面我也看到一些有趣的例子 例如說 這個漁民的團體 那漁權會他們以前可能都是在做漁業 相關的抗爭 他們也成立了這個合作社 那我不知道這個抗爭 然後要一起來捕魚 或是從事漁業 做漁業的生意之間有什麼關聯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移民的團體 我們知道台灣也有一些移民的團體 可是移民的合作社似乎比較少聽上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些有趣的合作社的組織嗎 好啊 新移民的這個合作社在高雄 然後講那個新移民這個合作社一定要先講到芥菜總會 芥菜總會是台灣的一個社福組織 那新移民是他們工作的對象之一 那那個他們這一群要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的幹部門 就是他們總是會說是因為我們的第一本書 然後對然後是碰讀了這本書之後 才讓他們想要以那個合作社當成是他們的工作方向式 所以是在讀書會之後他們就執行長就說 那不如我們來試試看我們有沒有可能協助我們的工作對象 然後組織合作社 所以現在在芥菜總會花蓮有一個合作社 然後高雄有一個合作社 那我們當時候訪的是高雄的清潔勞動合作社 所以他的社名非常的長 其中有芥菜總會 就那個芥菜總會是他們的母會吧 或者是怎麼說是他們的支持他們成立很重要的背後的力量 那一直到現在芥菜總會都還負擔還相對重的那個行政工作 就是他們還不算是完完全全的自立啊 就是如果他們要真的做自己的比如說財務啊 辦公室啊這些的還沒有辦法到完完全全的自立 因為這個部分是芥菜總會的工作人員在陪伴 那這個移民的這個合作社 他們是怎麼成立的在裡面的分工的情形有什麼 然後他們的主要在營利的項目什麼 你剛剛談到是在做清潔 對 居家清潔相關的工作嘛 對 他們最開始本來想要成立的是翻譯 因為那個會是姐妹們的需要 那也是他們的強項啦 對 但是因為法院跟會有一些約定俗成的關係 所以這好就是他們經過了長時間的了解之後 發現不可行 所以才轉向的 就是合作社的方向才轉向 那個時候他們就在想那到底什麼事情是 是姐妹需要的 然後大家就討論 因為姐妹大部分都會需要彈性的工作時間 因為他們工作相對 相對可以工作的時間相對零碎 然後家裡面都有小孩需要照顧 所以能夠工作的時間要非常的彈性這樣 然後跟當時候也有姐妹 是在做居家清潔的工作 所以就想一想 那也許這會是一個方向 對 為什麼他們會有新住民的工作 是因為高雄的新興區的新住民中心 是芥菜總會 芥菜總會承攬營運 就是芥菜總會工作的範圍 所以當時候會有他們直接跟新住民的關係 是因為這樣 那他們就開始跟姐妹們討論 這樣適不適合啊 那主要是因為有一個資深的工作者 從業人員 跟一般公司很不一樣的事情是 他們的薪水是自己討論的 因為如果你去清潔公司 那他就會告訴你你的實薪是多少 你也沒有辦法問他為什麼 比如說你為什麼是200塊 那為什麼是300塊 那可是他們會把那個薪資結構拿出來 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所以他們會要調整薪水 然後或者是他們就會講 會比如說350塊錢要到400塊錢 那大家就會問自己或討論 我們的服務跟我們的能力 真的已經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 再去調整嗎 而不是公司說我要漲薪水 或者是現在時機不好 我們要降薪水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姐妹們也開始慢慢的會有一點 自己參與在這個合作社 就是這個是我們的生意 跟我們的事業 就也就不是 他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 甚至是我們大家一起的 那有意思的是 他們也會來討論說 因為我們也有 就是他們有公益案 就是合作社裡頭有一個 那個公基金公益金的提拨 那他們說我們的劫餘沒有那麼多 所以不一定每一次都會有公益金 但他們就提出公益案 就是那個叫什麼 年底的時候 那個方若是 對對對 就是有需要的家庭 然後他們會溢步到 需要的家庭裡面 打掃 然後跟教他們怎麼樣長治久安 就是打掃完之後要怎麼樣的維持 然後因為首先他們一定不會有這樣子的 經費 去找專業的打掃 那那個生活環境只會越來越不好 然後可能就生病啊 或是這些這些的 所以就是這些全部都會是 在介菜總會的夥伴們帶領下 然後慢慢慢慢讓姐妹們討論出來 然後也衍生出一些 因為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現在是以中國為主啦 那之前有越南啊有印尼啊 然後大家就也會變成是一種情感連結吧 就是那個情感連結 就是他們雖然大家同事不一定 我每次都遇到你跟你一起出勤 或是我自己出勤 可是在每個月的聚會的時候 也會有一種 怎麼講 就是互相照顧 對就是對互相照顧 或者是互相對於彼此的支持的情感 然後看著彼此的小孩長大 這些這些的 就一個很有很有趣的 不像公司 不像來上班的地方 又不像不只是社團 嗯 其實蠻感動的 就是可以看到這一群 好像被社會裡面 被歸類成為一群弱勢者 但是他們其實是可以 透過很多的工作 或是透過一些交流 或是透過一些合作 他們可以變成是一種相互支持的力量 但是他們不只是一種相互支持力量 同時也可以有某種的獲利 找到營生的方式 並且他可以去協助 可能比他們更弱勢的這些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合作社 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這個精神也許前面比較少談到 他就是一種共好 共好 然後共同成長的精神 那你剛談到所謂的分配薪資 這其實說實在公庫 公民軍證進縱稿庫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所有的薪水都是大 共同討論 然後我們都有年終獎金 然後這個年終獎金要發多少 要看我們的捐款是多少 所以我們所有的財務都是完全透明 然後我們因為那個捐款的狀況 來去決定年終獎金要多少 然後每隔半年都會有一個薪資會議 然後在討論是不是要加薪 或者是我們錢太少 我们就维持原来的这种薪资 看起来我们也是有某种 虽然人数很少 那也有这种某种的合作社的精神 那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渔权的组织 就是渔民的这个权利 这样一个组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们原本好像在 抗疫跟渔业有关的一些政策 那后来还变成是一个合作社 合作是干嘛一起捕鱼吗 还是一起捞鱼一起去做分配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因为他的位置是在将军西 然后将军西的上游在台南 就台南嘉义的交界 那因为将军西的中上游 受到那个废弃物啊 或者是工业的污染 然后就让下游的渔民捕鱼的时候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刚开始就要 时不时就要去抗疫 时不时就要去抗疫 可是只要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分身 所以只要去抗疫就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如果我们去抗疫 的同时 但是没有办法长治久安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 让我们的收入稳定 那当时候有一位精神领袖 然后就跟他们在 这个精神领袖就还挺左的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 他有那个合作社的概念 然后才建议大家 往合作社的方向去 那那个合作社的方向不是一起捕鱼 而是鱼收回来之后一起做加工品 所以现在的鱼权会的产品是在全联买得到的 全联有一个蓝色包装的鱼丸是鱼权会的产品 那那个是最开始为了那个 他们都叫他黑龙江啊 就是那个江军西的下游的污染问题 就被上游被污染的问题 那一直改变到现在 游民年纪也大了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 希望可以慢慢的转型 比如说鱼权会跟 熟悉的游民契作 然后也希望可以有 比如说生态养殖啊 然后或者是更符合 现在的产消履历啊 这些这些 就是你扫了QR Code 你就会知道游民是谁 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 就是他们现在转型成 比较现代化的那个工作 工作方式这样 那当时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想要存银弹啊 对抗争的银弹 要存那个 熟悉本的对啊 对对 啊不然你只要去熟悉 你就没法赚钱 没有办法生存吧 因为你就是说 大家常常讲说 你不要那边抗争 还不如去赚钱 他们边赚钱边抗争 意思是什么 对就是什么 够办法也够不做 够不做也够办法 这个我们当时候在德国 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样的事情 最早是在德国 就是他们也是为了要 也为了要抗争 然后那个 然后是组合作社 最开始的劳动合作社 在汉堡 汉堡功能为了要 抗议那个薪资不健全的时候 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其实主富联盟也有类似 主富联盟的每一年的 不管是卖酱油的酱油圈 或者是主富联盟的公益金 我们也都是让主富联盟基金会 去做环境议题的倡议 所以其实这样的例子应该还不少 对啊 以合作社来养基金 来某程度支持基金会 或是支持议题这样子 对但这也是合作社的 那个经费分配的一个结构上 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那个工益金跟 工益金跟 主富联盟是酱油圈 对那那个 每个合作社他们都会有一种 类似工益金的 或者是其他的工益行动的 这一种表现 或是一种必要的条件 那这是法规规定的 在台湾的合作社法规里面 是有明文规定 每一个合作社如果有结余的话 你的结余一定要提拨 5%以上的工益金 那至于以上要上到多少 就看你这个合作社的章程 对他目的 对比如说 世安社区合作社 应该是提拨到 20% 然后主富联盟合作社 是提拨10% 对 那这是法规定的 我很好奇 就是自己做生意都做不好 一群人做生意 这个人多口闸 然后你做生意有盈余 然后盈余还要去做公共服务 这不是很难吗 这是会不会合作社的经营 跟生存本身就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他好像不是只有雇自己 还要雇这个组织里面团体 每一个人还要去雇到社会 有时候我们连雇自己要吃饱 都很困难了 不是吗 是 是不容易 但我觉得如果这个合作社 在一开始社员真的知道 他们的成立目的 首先当然是要共同需求被满足 就是比如说 他们一开始是要有稳定的工作 自自自立 就是你自己要先稳定 通常我们采访的当然是 有一些是五六年前采访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保持了 那个究竟可以观察的状态 就发现他们跟当地的社区 或他所在的那个领域 都有还蛮稳定的关系 但是就算没有结余分配 比如说刚刚前面 我们讲到山林布包 他们就算没有稳定的结余分配 就是大家撞完就结束了这样 那可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 他们附近有一个 巴南花 巴南花小学 也是一个部落 对部落小学 那离他们很近 那他们就会说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比如说捐什么奖学金啊 或者是捐很物资 就是运动一定要赞助他们校庆 他们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经费 可是如果他们要出去比赛 或者是他们有活动 要缝衣服 做带子 那他们都可以帮忙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以介绍厂商 然后厂商就会用比较合理 跟平时会的价格 给学校 那或者是相关的周边 就是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取代那个真正的金钱 金钱的公益金的那个部分 那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在 他们跟社区的关系是很稳定的 然后跟彼此是熟视的 以及他们同在这个生活范围里头 谈到这个社区 其实我就有点想到 我前两天写的 看了你们东西 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在谈社区 因为我就觉得台湾的 不管是过去的社区 已经非常强到造人 但是现在开始谈到创生 创生事实上 我看到国家政府的一些做法 大概就是补出一些 那会教你一些技能方法 或者说你给你某种第一桶金 然后让你去做生意 那他大部分都是回归 可能是组织或是个人 那反正要经过一个申请案子的过程 然后最后赚钱的利润 大家都回到个人的身上 所以我一直觉得地方创生政策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所谓的 城乡差距的问题 或者是没有很难让这个地方 都能够供好起来 可是你们刚刚谈到的合作社 事实上我会觉得社区营造 他很重要是造人 那刚刚谈到合作社本身也是一种造人 但他不只是造人 就是以你们的例子来看 他也是在造产 这个造产跟某种的地方创生 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说让这个产生是可以做的起来 然后他的利润又是大家共享 共好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就是把这种所谓的合作社的概念去放到 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营造跟地方创生来做 他是一种面对我们社区能够共同成长的一种方法 要不然我会觉得看了这么多好像就有点 其实也就是少数的 可能比较是文青 或是比较有创意的这种经营者 他大概可以得到好处 可是对整体来讲 他还是不见得是有一些好 对整个社区地区来讲 不见得是一件好的共同成长的结果 的确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谈地方创生的时候 合作社好像都被遗忘了 就大家在讲说 你可以个人去做商号 然后来做一个商店 什么来活络地方 或者是说公司去投资地方 然后让地方有生机 有交易之类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很少有人去讨论到说 合作社其实也是一种选项 对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这是台湾 合作社的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素一个尴尬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这本书迷一样 大家对于合作社的认知 可能就是停留在福利社 或者校园的那种 或者是福利中心这样的状态吧 但是但是好像如果说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 合作社的故事挑出来讲的话 其实原来其实合作社在社区里面 其实是可以做各种可能的事情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分配的方式 它的分配的方式怎么样更符合原本 这个合作社的社员的付出 而不是只是只有透过资本 你出了钱多 所以你分配的多这样的逻辑而已 那另外就是工艺金的 就是合作社罚原本就有的工艺金的设计 而且在台湾 不只在台湾 就是我们在上一本书的采访的时候 我会觉得每一个合作社他要长得好 其实他要跟社区的关系是密切的 嗯嗯嗯 他才会站得稳 或者是他的所在的领域啊 那那他跟社区的关系是密切的 其实那个原点是他符合当地的人的需求啊 所以如果地方创生或者是这个社区营造 他要有有产业的话 那个产业其实某个程度也是解决 处理这里的共同需求 那那个共同需求其实就是共同的问题 嗯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们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始也提到 合作社的成立必须要找到大家的共同需求 所以我刚刚谈的蛮多都是在后面 什么去招募会员 怎么去维持营运 怎么样他成长 怎么样去做分配利润 那会不会其实最困难 就是找共同需求这件事情 但是有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容易 例如说灾后遇到了天灾 可能有个共同需求 然后渔民的抗争有共同需求 姐妹们他可能有某种的这种生计的问题 或是面临到社会不友商业 他有共同需求 那其他的一般的社区组织 或是在你们书里面的这些例子 他们又是怎么去找这种所谓的共同需求呢 我觉得共同需求有时候是被形塑出来的 甚至是创造出来的 那比如说消费好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消费的需求 但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需求 在现在有很多的零售通路都可以满足了 那南钢消费合作社为什么还存在 那他其实就是抓住了 继续维系了社区里面的工业区 这个工业区的社员的共同消费需求 对 这样讲会太玄妙啊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储蓄户注射吧 因为储蓄户注射的共同需求跟共同关系是最固着的 就是以前储蓄户注射的出现跟天主教的传教有关系 然后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进入部落 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钱都存不住 然后甚至为钱所苦 然后就这些这些的 所以这个是几乎是所有的传教士进原箱看到的第一个困境 然后跟所以几乎每一个原箱都有储蓄户注射 那那个储蓄户注射的共同需求就是解决金融问题 那他们所在一起的那个就是那个共同关系就是你必须是这个部落里面的人 或者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人 然后牧师当你的推荐人啊这些这些的 所以共同需求也许在做第一次的填调的时候 也许可以问问看大家最想要什么 嗯嗯嗯嗯嗯 这个是你经理他们那时候问问题的方式 就是你想要什么 在灾后的时候你想要你接下来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 或者是你最需要什么 结果他们收到最多的答案是我想要一份工作 嗯嗯 那他们就开始讲想 那你们是谁 比如说呃不能离家太远的妇女 所以他可能本来在万丹去屏东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屏东市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嗯那那大家可以怎么样找工作 然后可以怎么样一起做类似的工作 嗯嗯嗯 然后然后才发现哦其实大家走不远是因为有老有小 那如果老人大家一起照顾呢 嗯或者是家里面有需要的人一起照顾呢 这些的 所以那个共同需求 有一点是要被慢慢慢慢的累积出来 或者是刚刚陈玉玲讲的就是嗯那个需求是一个人可能是需求 两个人可能是需求 三个人哦那就是共同需求 嗯嗯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必须要有时间 然后有耐心然后也愿意去倾听然后也愿意去共同讨论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发展出来他看起来这种共同需求 既然他是共同他就是不是某个高郎某个能人某个领袖他就可以去了解跟决定大家共同需求是什么 最好不要但是经常是有真的是有一个能人 嗯就最好不要但是真的是这样像西班牙的很有名的那个蒙德拉贡 嗯那个合作社他就真的是有一个高郎啊就是神父啊嗯然后神父看到大家然后才开始了摩达共的最源头啊嗯那 呃但是如果这个高郎真的可以有这样子的远见那他也要慢慢的把 所有的事情要懂得退出啦对对对对要懂得淡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对啊不然一个主持人们走的长久绝对不会是那个个别的领袖他的魅力嗯对可是有也没有不好但是他如果一直都要当C位的话那就会不太好是OK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这本书大概就只能够谈到这里不过我们其实已经约好要再来谈第二集啊因为我们刚啊除了在讲说合作社不是福利社这本书是 之外其实你们在更早之前也写了一本知道说哇原来这也是合作社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啊就会把我们最近有些题目没有谈完但是我们在下一集在谈然后在下一集里面也会谈一些更多国外的例子啊包括刚刚谈到西班牙或者说在德国啊或在英国的一些经验他们的这些合作社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啊那可以给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些对应或者是所谓的启示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礼拜 再见拜拜拜拜